猫的指甲怎么剪,剪多长? 白翔,职业寿医师 首先给猫咪剪指甲需要准备宠物指甲剪 挫到等根据猫咪建议选择适合大小的指甲剪 准备剪指甲之前,需要先找到猫咪的血线 正常情况下,猫咪的指甲分为粉红色和灰白色两个区域 这两个区域的交界处就是猫咪的血线 明确猫咪指甲的血线位置后,可以使用宠物指甲剪修剪猫咪的指甲 但是需要斜着修剪,不建议凭着修剪 不时不可以挨着血线修剪,因为很容易剪出血 建议离血线一毫米左右,也可以适当预留一段 不需要很精确,大部分猫咪修剪指甲都比较配合 针对不配合的猫咪,建议食用 预计将猫咪裹着后再修剪 第2章 战鲜 第2章 战鲜 第3章 战鲜